大家好,我是老师,其实沈会大叔,沈会说的那个,就严严的母亲嘛,然后病了,当时其实大夫人家就是说,也是说为家属的考虑啊,从经济情况来说,就是说,人家没有那么直白的说,就是说,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再继续,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再继续治疗下去的意义了,啊,就是, 就是,医生大概意思就是说,把病人带回家啊,然后尽量的多陪伴啊,给这个病人的一些,多一些关怀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按咱们的话来说,就是回家,该吃点吃点,该喝点喝点,然后该享受享受啊,就这个意思,但是那会儿呢,严严呢,其实他心理上, 他接受不了的啊,就是说还想继续给母亲治病,其实,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怎么,咱们扯远一点,其实这个东西啊, 我跟大家这么讲啊,其实, 这叫我问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夫,他就跟我说,其实现在的,就哪怕到了今天,医疗,它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啊,那些所有能在医院治好的病, 其实是你不治也能好啊,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说这话扯淡了啊,就是比如说你感冒发烧啊,或者闹肚子,拉肚子,肠胃炎,这种病,你吃药,只不过是增加一下你的抵抗力,就是让你这个身体恢复的快一点,啊,你不吃药,它也能康复,只不过就是慢一点, 啊,就是这么个原理啊,就是我说那个,其实就是上人大夫说的,其实你能在医院治好的病,是你不治,其实它也能好,啊,那些在医院里治不好的病啊,其实真的就是说,你花了钱,你做了很多治疗,你最后其实还是治不好的,啊,其实说白了, 人最大的这个保障,就是身体的保障,就是自己的抵抗力,啊,你身体抵抗力好,不出什么问题是最好的,说你 得了大病,在想去靠医疗手段去治,去干预的话,其实这个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啊,但是作为我们国人来说呢,嗯,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说父母不容易,啊,就是有,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作为子女的也应该给父母争取, 哎,其实这个东西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啊,就是咱们把这话啊,这一期咱们把这话插,延伸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吧,我去过一些国家啊,不能说很多,但也不少,我觉得活得最累的,就是说我去过的这些国家里头,说实话,我觉得活累,活得最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啊, 我没见过一个国家人,比我们活得更累,就是,我们的活法就是互相绑架,互相捆绑,就是 自己 逼着别人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自己呢,还逼着自己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就这么着,啊,就这么着脚劲,啊,你比如说 孩子来说,作为家长来说,啊, 其实孩子对于上学来说,其实从 咱实大实的说,应该是顺其自然,就是学习上来说,但是家长不行啊,可能有些孩子,他不想上大学 啊,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那块料,我不想上大学 但是家长不放过他,啊,不行啊,你得上大学,你不上大学,你今后怎么办,你没出息 其实是家长想让孩子上大学,啊,然后 你学习不好,我给你,请个老师给你补课课啊,咱们报补习班啥的 那孩子,其实他是为谁学呢 他是为家长学呢,为老师学呢,啊,然后咱们有些人自己也老想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啊,就是 别人眼里,你怎么算是成功呢,你有车,你有房,啊,你有一个很 很好的收入,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就是 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其实我明明我想躺平 啊,但是呢,我不躺,我就是 努力奋斗,啊,然后我买车买房,我多挣钱 我自己给自己长脸,啊,我也不知道中国人这个脸 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啊,就那么值钱啊,就可以放弃 生命中的所有东西就为了这一张脸活着,啊,真是他妈傻了大逼了 我觉得啊,真是,哎呀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这么互相捆绑的,然后自己这一辈子活下来 最后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着,啊,就很累很累很累,啊,就被搞得很累 啊,呃,包括上学的时候,为家长学,工作了呢,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 甚至包括婚姻,啊,可能家长说,啊,那得谈男朋友啦,得谈女朋友啦 啊,下回过年,要再不拿另个对象呢,就甭回来了啊 等于有些年轻人,他这个对象啊,甚至他这个婚啊,都是为家长结的 你结了婚,你包括你孩子问题,家长就是说,你生孙子,我想抱孙子了啊 这孙子都是为家长生的,就是我们就是为别人活着嘛,啊,然后也强迫别人让我们,为我们活着嘛 啊,你像家长强迫孩子结婚啊,呃,生孙子啊,不就是为了强迫自己的子女为自己活着嘛 其实他想让孩子结婚,他想让孩子生生孩子,他也不想孩子想要的是什么 啊,就这么互相的捆绑着,谁也没为自己真真实实的为自己活过一次啊,其实 真他妈挺可悲的啊,一辈子就活这么一回,还被人倒倒倒绑下,真的 我觉得就跟邪教似的啊,就真的挺恐怖的,然后 说多了啊,就是说,因为我得把这些话说完了 后边的内容我才能给大家讲,然后 当时呢,就是咱们接着回到我讲这个事里的啊,当时就是说,大夫就是说已经是说,你换料到这了啊,就是说没有什么治疗的这个,从医学的角度上没有治疗必要了,不要再劳民伤害了啊 但是炎炎呢,他想啊,继续给母亲治病,不放弃,但是他治病,为他治病,就是 嗯,怎么说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会儿他的工作一个月就是几千块钱啊,然后他没有这个能力,然后 他一说坚持,其实就是我去顶在前面,因为我答应这个事了 啊,我当时图了,一时图这个意气 或者说一时,怎么着吧,答应了,然后 那你答应了人家,他不 他有时候他理解不了我的难处,他就觉得你二首歌 你是有能力的人,这对你来说不是个事 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苦衷啊 后来当时我就想什么呢 其实那会儿我心里头 觉得那人家大夫已经那么说了,你还那么去执着,我觉得 那什么,你这是把我舍出去了,那会儿我真的觉得有点 再去为这个事儿去给他们这个家去填这个空,我觉得我有点身心疲惫了 啊,两次去马格,红的名基本上都是给他们的 然后,我们就先回去了,后来我跟阎阎我聊了一次 我说这个,跟大伟说了,就说没有 在治疗下的必要,当然你的心情很理解,对吧 但是咱们不能说,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我们有天大的本事,我们没法跟这个自然规律去抗衡 然后,我说,最近其实我也挺难的,我说可能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你太多了 当时呢,严严呢,就听完这话呢,就掉眼泪,就哭 然后就说,那二手哥,那你说我妈妈怎么办呀 我就这么着看着她,去死 我帮不了她,我作为她的闺女,我接受不了 我说呢,我现在确实有自己难处,对吧 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一直都是为她付出的 就是说,但是,好人当的,咱得有个 你说有个度呀,或者说怎么着呀 我不能无休止地为她去那什么 虽然说,当时我也真的是,确实真想帮她 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伟大 这个时候,我想退出了 后来,严严就说,行啊,那个,你不帮我是吧 没关系,那个,我今天我发现认识你了 原来你就是这么个人,当时是你口口声答应说 去管我们这个家,管我妈妈,是病的 你现在,在正需要你的时候,你撂挑子了 后来我没想到她能这么说我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我,原本我根本就不欠你什么呀 就算是说我答应管你们家的事儿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就是说 不是说因为我欠你什么,我才去管你的 对吧,我又不欠你们家钱 我又不欠你们家人情 完全是念在这么多年的 就是童年的那份最真挚的友谊的基础之上 而且关键是大夫说已经没有继续治疗下的意义了 我才有了这个想法 但是你说大夫说没有去治疗下的意义 你非得接着治疗 但是你又没有这个能力去付这个费用 不就是在逼着我去继续帮你去筹这个钱吗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嘛 对吧,我也不能说永远无休止的这么去 没有编辑,没有尽头的去帮着的 后来当时他就说了很多让我觉得寒心的话 就是说我不是个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言人无信啊 那个答应好的事不给他做了 那个 没良心什么的 后来我这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 后来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这么看我的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发一个善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有一个圣武心 但是人家可能在人家看来你是应该的 甚至就觉得好比就是你就是欠人家的 你就应该给人家这些东西 但是我没欠人家什么东西 哎呀后来我没有去管 然后后来那会儿呢 他也没有办法 然后他们家有一套房 那个房啊是他们家父母很早的时候买的 在北京的三环边上啊 当时首付是花了二十多万 就是买的早很便宜 二十多万 然后月供只要花一千五六 啊 你想你现在如果说我要有三环边上一套房 一个月只要还月供还一千五一千六 那我每天真的做梦都晚上睡觉都能笑着醒出来啊 后来他把那个房子呢给卖了啊 卖了有两百多啊 然后跑去那个欠的贷款 就是未还完的贷款可能还剩一百多吧 他把这个房子卖了 然后瞒着他父母 瞒着他母亲卖的 就是后来又在外头租的房给他母亲 然后拿卖房钱就是给他去母亲去继续治这个病啊 对于他来说一下就有了这么一百多万将近两百万的钱呢 对他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因为他以前他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那房子首付是他家长他父母给他出的 然后月供呢就是说他上了班以后他还他母亲有时候也能帮他还一点 一千多块钱真的月供真的在一线城市你还一千多块钱月供 那还叫还月供啊 那都跟白给的一样 但是后来那会儿就卖了 然后卖了就治病 后来他有了这么一大笔钱之后呢 那个炎炎呢 他也不是说把这钱全都去治病了 他自己买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呀 那个包包啊 啥的 这个顺带的给他母亲治点病啊 什么的 后来钱最后就是大概过了一年吧 就就过了一年他母亲就走了 然后这个钱呢 连带着给他母亲治病啊 再加上他又买手机买包啊 就花钱大手大脚的 就都没了 后来这个女孩子现在就租房子住了 挺那什么的 挺令人唏嘘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对我伤害呢 心理伤害也挺大的 就是真的 我觉得做好人比做坏人还大 后来现在我们见着面 就基本就不再说话了 真的 其实有些时候我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我决定不帮他 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还挺好的 反而是我好心好意的 老想做点好事 把这份感情也得那什么呢 挺好的一份友谊给毁了 有些时候真的 其实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好 到底是做个好人好 还是做个坏人好 挺难的 行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啊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想 拜拜 拜拜